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几个的御兽要么死要么伤 只有你的御兽还完好无损 我们还真怕你一不小心 做什么大胆的事 让你的领主御兽去拖延世界 然后我们一起从地道离开这里 没错 你的领主御兽不能和我们一起走 不然你会去 不然今天谁都别想走 好吧 什么 本来想让你们体面的退休 金钱美女不会少 现在嘛 你们安心的死吧 我一定会把白金之手发扬光大 等一下 有话好说 下一位 下一位 熊王 消失了 幸好我一直掩藏实力 没暴露出最后的保命手段 不好 什么 这家伙 还心自投罗网的 主人 想要逃走的这人被我捉回来了 这是他的御兽 太惨了 没想到 没想到让宣和一时的白金之手栽了他 居然只是一个年轻人 这俩已经算是俘虏了吧 带着太麻烦 不如直接杀了 盖相 饶我一命 我知道白金之手宝藏埋藏的地方 我全都告诉你 求您了 还有一些外去基地的位置 我都可以告诉你 只要您一个命令 我就是您的一条狗 您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听着倒是有点醒你 先给你解除冰冻 咱们细聊 大鹏 有一个不弱的怪兽 正在靠近 蛤 阿班可是王级的存在 一般的领主在他眼中 就和一些小虾米差不多 现在居然说来者不弱 来了 又是一只王级怪物 大人千万小心 这是王级怪物 我们白金之手在这里建造小镇 就是借沙漠之意的存在必要我们 知道了 阿班 惠惠他 这绝对是王级 绝对是王级 没想到他居然有一头王级御兽 原来这才是他的底盘 这小子实力堪称恐怖 我看着年龄不大 或许心性不定 只要我态度放低一点 要展现出利用价值 拖一会儿 等他们打起来 我就找机会逃走 我说 你们白金之手的宝藏在哪里 呃 大人稍等 还容我回想一下 那你知不知道怎么消负沙漠之意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服沙漠之意 大人 毕竟这是王级 大人 已经有王级御兽了 还想收服沙漠之意 如果再让你得到一只王级怪物 那还得了 恐怕人类世界就没人能够治得了你 这也不说 那也不知道 那么你也没什么用处了 阿呆 等 邓相 大人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宝藏在哪里了 作为一个恐怖组织的首脑 还这么天真 以为庄庄可怜 放出点不知真假的消息 就能让我饶过你这一条恶贯满盈的命吗 很好 人类 你居然敢无视我 我警告你 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哪里学的霸总台词 小狮子 解决了它 冰元素攻击 我明明感受到这个人类 拥有的王级细细的御兽 像是土元素吧 不用最强的御兽跟我对战 是故意抓我的弱点吧 看来必须要抓住它问问清楚 先从那只大的开始杀戏 蛤 闻的 这是怎么了 你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突然变出了一宗大山 不好 你杀地太高 沙漠给予的加持也越来越少 嗯 找到咯 什么 这是那只土蜘蛛 怎么会变得那么大 好浓郁的热能 不好 我讨厌魂子 神宠进化动态慢 重磅回归 9月9日起 每周三连更大放纵 全新冒险精彩升级 西区 一条弹幕黄金的新时代 未知的旅程充满了期待 渔世的聚业升负贵无来 未来的道路 想伴着怪兽 心的梦想和未来 少年们在几岁 与世的天下 怀无所伴走天涯 情人累计成装在瞬间 训练怪兽成为新伙伴 世界在变少年也在变 心中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跨越危险 寻找新机会 与世的力量成就着世界 何怪无疑弃 勇敢向前追 心机远的勇士打破了家乡 见到梦想和未来 少年们在几岁 与世的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